这些选情建议肯定能帮到你 硬要选择鸡马泰 那就买美产的 价格至少一两万往上走 如果是为了这些牌子 有出不起价格而选择非美产 比如墨西哥产的 说实话还不如选择国产 尤其是万元类的情 有人说老师你干脆介绍个牌子 我直接买得了 我为啥从来不介绍某个具体牌子 听好了 只要存在很久的牌子型号 都是经过市场检验的 这些厂家都在认证做情 水平相差不大 各有各的特色和长处 如果这个牌子型座的很垃圾 不可能存在这么久 还有牌子是一方面 仓储 选择 调节 发货 这些环节同样重要 直接选择力所能及的大品牌 再加上靠谱的商家 一般不会错 我建议至少面单起步 音色和共鸣都会好点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单版的音色会越来越好 就是所谓的开声 相信我对于初学者来说 没有任何区别 喜欢哪个选哪个 40 41寸都行 如果人不高 手很小 觉得这些太大 不需要担心 持琴正确 手心好的话 没有问题 当然喜欢小琴的话 可以选择36到39寸的 但是会损失一部分共鸣 我的建议第一把 尽量选择木材的 什么是木吉他 木材做的 采用木头味 新材料的好处是 不容易受天气影响 但是音色偏冷 没有木头温暖的感觉 选择占你自己 对初学者来说 手感一定是第一 音色也很重要 如果没有好的手感音色 再漂亮 就这样有啥用啦 就这样有点准备了